观众朋友您好 今天的环宇大话题要来聊聊美国这一家非常特别的企业 它叫做Unclean Baggage 这是一家遗失物品的专卖店 它从1970年创立以来 已经发展成为一家员工数有超过250人 年营收数千万美元的公司了 那它究竟有多特别呢 原来这一家Unclean Baggage是专门向航空公司 饭店还有火车的营运商 或者是租车公司 购买没有人认领的遗失行李 然后再把物品转卖到一般的市面上 价格通常都是物品原价的 两折到八折不等 那如今他们每周处理的遗失物品呢 已经高达了上万件 就知道这是一个多大的市场 那当然遗失行李当中啊 包罗万象什么都有 最奇怪的甚至还有收到过活的蛇 或者是整罐的鲨鱼牙齿 和真人一样大的小神维尼等等 那当然也不罚一些价格比较高昂的物品了 其中位居最贵榜单上面的是一枚 14克拉的黄金钻戒 要价台币120万哦 第二名的是卡地亚的手表 估计价值也要台币86万 那至于有不少贵妇最爱的爱马仕薄金包呢 也有估计价值76万台币 那另外还像是平板电脑啦 无线耳机或者是一些高级的珠宝都有机会可以在这里找到哦 那不过Unplanned Package的执行长就说啊 经营这个仪式物品的企业其实有两大的难题 首先就是认证 第二个就是取得所有权 好那首先呢 他们每天的工作 有点像是在过圣诞节一样 打开各种的行李箱寻找惊喜 尤其在二手店里面 通常大家都是不想要的东西才会拿出来卖嘛 但是你会装进行李箱里面带出门的 都是大家精心挑选过的宝贝 那这家公司要做的呢 就是要辨识这些物品了 尤其当你如果碰到名牌商品的时候 势必就要确认它是真是假 才能够拿出来卖嘛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假设有人看到店里的东西 然后声称呢 是自己遗失的行李 那该怎么办呢 好执行长就说了啊 这个无人认领的行李 通常都要等90天之后 才会卖给Unclean Baggage 那当然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东西自然是拿不回来的 那这家公司在整理 大部分他们买到的东西之后 会有三分之一 是之后整理完在对外贩售的 另外三分之一呢 是捐赠给需要的人 那剩下的则是回收再利用 那另外更有趣的是 其实如今呢 Unclean Baggage 位在美国阿拉巴马州的实体商店 已经成为了当地最热门的旅游打卡点之一了 每年吸引上百万人到这里来寻宝 顺便观光 去年4月呢 他们甚至还开了一家 无人认领行李的博物馆 所以未来如果你真的有充满回忆 或者是价值不菲的东西不见了 也不妨到这个Unclean Baggage的网站上面来碰碰运气 说不定就会有意外的收获 以上就是今天的环宇大话题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